大家我是亞當 今天我們又要來看我們的Z4 距離上車離開了一個禮拜 聽說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車在這邊 OMG 它現在底氣已經上去了 然後聽說我整台車都已經磨完了 剩下的呢 我現在前包桿跟後包桿都不見了 那我現在這台車呢 目前聽說是整台車都已經磨完了 就連我的後包桿也是 你看它這邊 已經拆下來給它做一個 全部拆下來已經去磨了 然後這個工業 老闆說這個工業底氣已經算是上去了 我的車子原本是在那個右前方 不過你的車如果擺到這個左前方的話 就代表你的車快要好了 所以我剛才進來的時候 看到我的車在這邊異常的興奮 每次來 車子在這邊 就代表你的車快要好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車子在這邊呢 我終於可以看到我的拖車溝還在上面 所以我後面趕快一定會帶著我的拖車溝 去拖一下我其他的摩托車 欸師傅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所以我這台車目前是全部磨完了嗎 還沒啦 還沒喔 半差不多了 還有哪裡要磨 欸我引擎蓋也磨了喔 所以我整台車都要磨 對啊 喔 一定要磨到這樣子 烏烏的 喔 不能這樣子亮亮的 我這邊摸起來好順喔 它整個接上去 這個還沒喔 這個還沒有完 還沒有完整 哇 這個還要再修過 喔真的假的 對 我現在看起來已經很平順 可是你媽把它弄到更順 還要再修過 還要再修過 還要細修啦 喔喔喔喔喔 這個還不是標準 哇 哇 哇 師傅你們標準很高 呵呵呵 這樣趕下車才會漂亮對不對 對對對 師傅他們想把我撐弄得非常的完整 這個 這個後面 這個算完工差不多三分之二左右 喔三分之二了 還有三分之一還要再用 好OK 啊我前保跟後保桿跑哪去了 喔在那上面 啊我的前保桿在這 哇 這邊都已經算是磨 這個就已經磨好了 磨好了然後上好底漆了 欸好順喔 比當初來的時候還要還要完整 很多了啦 對啊 也不能補得太厚 喔喔喔喔 整支保桿會變很重 哇 他這比當初來的時候 我相信姚大看到這個 他一定看得出來 這個差很多 因為當初來的時候 他有看出 這裡怎麼 這裡凹凸不平啊 那邊怎樣怎樣的 我現在補下來 我這樣一摸 欸都沒有這個問題耶 欸我這個要請姚大來看才知道 喔師傅要幫我把後保桿放在這上面比較好拍 哇 欸其實他也蠻輕的齁 還OK 還OK 不中 大家看我後保桿就在這邊 已經完全的磨好了 然後這邊洞也開好了 給我的那個 拖車勾 哇這個我當初看到的時候差好多 前保跟後保這樣 磨到這樣子的話 就只差上色了 這個懵懵的這個 這個就算研磨了 研磨過了 OKOK 那個亮亮的還沒有 亮亮的地方 亮的地方 那個 師傅就是指這邊 這邊還要繼續磨完 才能再給他烤下去 所以目前快好了 欸老闆 好久不見 明天就要拆 明天就要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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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一些 麥米啊 噢噢噢噢 噢噢噢 噢 就差不多拆這些東西 然後再拆開了 噢OK 才能烤漆 好好好 我後面輪框也要送去 等我車好輪框才能送去烤漆對不對 對 車身要把它先噴好 然後輪框再送去烤 好像快結束了 好興奮 耶 這邊要順便回答大家幾個問題 很多人問我 為什麼我輪框不順便 拿去改一個客製化的輪框 做一個JSU比較大 比較內凹的輪框 雖然我輪框呢 我不想要有市面上的東西 應該說我想要一個特別一點 客製化的輪框給我這台車 那我那個造型呢 也是我喜歡滿版的 那它顏色跟形狀 我都想要客製化 然後來搭配我後面的彩貼 那我如果現在客製輪框 我要把車開到另外一個地方去量 然後種種量設計下來 又要等個一兩個月 兩三個月 我車不可能丟在這邊那麼久 所以我想說先把原廠框墊出來 然後後面等我彩貼完的時候 再去做輪框 因為我這台車有很多東西都用手工了 比如我的尾翼還有尾翼支架 或者這上面所有的工 所有的東西都是全部手工上去 所以我不想要有一個市面上已經有的輪框 大家都買得到的 我希望有個特別一點的 因為我這台車很多東西都是 特別請別人幫我設計上去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現在沒辦法 現在去弄一顆輪框來 然後直接裝上去我這台車的原因 至於我那個引擎蓋開空也是 很多人都說把你原廠的那個進氣換成香菇頭就可以了 只不過那些太耗工程 而且也不是確定百分之百能成功 因為沒人這樣做過 所以我們後面如果要再改的話 老闆說可以再回來 重新噴漆重新改就好了 好啦 那我的車也差不多要接近完工了 老闆 我差不多要先走了 OK 掰掰 OK 掰掰 欸 師傅 師傅在哪裡啊 師傅勒 師傅勒 喔 師傅在這喔 好 那我車就交給你囉 師傅掰掰 掰掰 台北最近的雨震是下得有點誇張 我現在要來找我們自己好朋友Eason這邊 要來拿新的GoPro 我們先去找他吧 我們現在來到他的工作室 Fu Panda來囉 欸 好久不見 唉呀 呼呼呼 這什麼那麼帥啊 帥啊 哇 謝謝Eason 沒問題 жд 我怎麼可能會忘記開燈呢 誒 transportation 我來看一下你新的工作室你會來看一下嗎 有啊來看一下看一下 我要戴我的很體貌 哎呀戴個帽子是怎麼樣 沒有正常人 漂亮耶 今天來買10送你衣袋 這OG耶 真的OG啊 等一下 這是10他怎麼寫11 喔11啦 這都給你11啦 我還想說怎麼他一直寫11 你是不是說10 不是有11怎麼會拿12對不對 開玩笑 我昨天才在看你們的那個影片講解 這個變12 直接送你12OG 我看到是OG版的耶 你看你看 聽到他這個都是用環保材質齁 所以就是包裝表面 而且他這次外面是包牛皮紙袋 就是不會用塑膠袋 因為以前一堆塑膠袋很環保 不錯 哇差好多 根本就是 爺爺跟那個新孫子 10年前的 以後就是有備用機了 我現在在拍的就是Gopro7耶 7 我等一下三個要擺在一起拍個照 我從7升到11 應該算是很大的升級 防手震屌 然後超廣 而且我看你們 只是他有一些配件不能 不能就是通用對不對 電池不通用 然後對 然後除了都不通用 而且我現在可以從這邊看到我自己 我就不用那邊就是大概抓一下我在拍哪裡 哦對啊 但是這個其他都可以通用 除了電池 因為機器大小不一樣 電池不一樣 其他都通用了 我昨天看Raren說如果有10的話 不一定要升級11 換電池就好了 那我現在7的話 當機的狀況好很多 我覺得 哦對 你們有說他這個風扇有改變 散熱效果 對他裡面的散熱整個大改 然後電池 那個injure電池 省電很多 省電的意思就是比較不會發熱 原本是一小時錄完嘛 現在每一個半小時 熱量平均分散就 不要那麼燙 我記得你說好像多了40%吧 10% 這樣一顆電池可以錄多久 這樣一顆 我看1080的話大概兩個小時都沒問題 可是我們應該要拍4K 一顆電池兩個小時 你知道我現在這個差不多40分鐘 就沒電了 哇賽 我出門帶了差不多4顆電池來錄影 是喔 不用不用 我去馬來西亞 我去拍我小朋友 我們去動物園玩 然後就一顆電池一天 因為我本來還帶了VOTA的那個電池手把 哦可以充電的 對對對 然後後來 換電池手 靠腰勒 正常了 好扯 我給你看我出門都是怎麼帶的 來一起 哇 哇 我每次出門 這是我的相機包 那帶很多 然後我帶著這兩顆 喔 還有這個 還有行動充 哇 邊充電邊錄影 有我記得我第一次在那個示範的時候 喔 這樣這麼大的就在充電 對啊 因為我一顆電池只能錄40分鐘 對啊 現在不用一顆 一顆半小時兩小時 好猛喔 對啊 你看1080的話就很省電了 哇 這邊還 哇 還這麼多 我的X2還有什麼 像收音的全部都放 可以啦 以後可以收小包一點 對 而且你們拿到這個很快 很快啊 他才剛發表 Eason就直接跟我說 欸 你要不要明天來拿 哇靠 所以要買的要怎麼樣 跑滿快的 跑滿快的 要買就直接來極限專門買 你可以去店面 或者是網站上面買都可以 店面跟網站都可以 對對都有 那我們把店面跟網站都給他放在留言處 讓大家去買一下 還有那個配件部分 用上配件 我們有另外打折 欸 如果說沒有達克的話 直接問我們小編 他開給你 OK好不好 OK 沒問題 謝謝我們Eason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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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